第七場賽事 國際一級賽1600米 浪琴錶 香港一力禁錶 6號馬夏威夷 操練功夫當然是間斷 再看看狀態指數表 1、2、3、4、5 加上狗狗狗態相當聰明 1號馬 美麗全城 隨臉枯 重戴眼罩 札利是照舊的 那隻美麗全城 你看那隻金絲大將 一有那隻馬過來 當然人命令可能也有點快 直接可以打橫走 不過要留意配備 美麗全城只是札利 再看看這一隻 希望所在 後面就是金槍60 這貨11號招 即是今早的出吊 貨貨都很鬆容 很淡定 不過這馬在內圈期 他真的很活躍 好 還讚火星 看看他幾時轉腳 100左右 150左右 一迫 其實他之前跳 他也是這樣 我已經抬下過他 我不記得 上年是否這樣去贏 真的不記得 上個星期都不記得 還說上年 加應之星 快跳還是挺好的 操練沒有變 這隻是高東來的馬 找一隻退役馬 帶著他入直路 他就走掉他 吸數就是吸數 尊河尊區 其實這隻都保持得好 百備良顯心聲 莫雷拉 摘了舌 大家都摘舌 似乎不夠金槍60跑 是的 再看看這隻 前面夏威夷戴着那只用厂 那只也有些款式的 这只夏威夷真的不够小 这只夏威夷真的 快跳我也觉得一般的 我觉得好像有些强硬拿出来跑 当然跑马步绝对的 希望他都可以 好了 罗马精神 他有少少堕腰的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 怎么快跳过什么的 都是走走走这样 我又觉得他没有什么霸气 你不跟你比对金枪六十 是的 精明才子 这些就是活药分子 早上因为它是重口 以前更疯了 现在还没那么狂 不过可能这些马 它可能狂一点 跑得好一点 好了 看看一只高大威猛 在外面 那边那只保城致胜 大家的步伐 因为外面那只高大很多 好像抱一步 慢慢它就可以过你了 不过越来越松 它真的上千六其实都好 不过你说的timing 就是未够火候去和你坎 现在是这样的 也是这一个镜头 三只马这一场 在前面带头的奥国勋章 每一招他都是带做引领的角色 神操我觉得他不算特别好起眼 回到第七场 跑了一个一里錦标 先说一下那几只外队马的情况 其实七号马的罗马精神 和奥国勋章 神操给我的感觉 他们都好像很熟练似的 我想都是一些能征惯战的马 去到陌生环境完全没有特别脾气 或者僵厚差 他们不是的 但是不飙青 这个感觉 重赞火星 如果你说相对起他之前 譬如早三几季来的日本代表 我觉得今季那几只日本代表 都不是让我觉得 一看到他出跳 哇 很厉害 那些感觉 不是的 都是可以 不差 那些感觉 还有动作不漂亮 这个重赞火星 常常都有一些树起条尾 又好像污潜了去跳 那样 所以都是不用说了 撑耳了 金枪六十 另外美丽全城 我看今次这样转功夫 会不会真的帮到他 早前我听到希斯的访问 他都说刻意不让这只马尸杂 拍了五货来跑 希望他都可以交到 是 那当然他都要出尽法寶 想尽办法 转一些配备 但是来到这些赛事 才又动一些配备 那你真的都要博 那看看合不合理 因为始终你这些马尸 开始都年纪大了 也都曾经证明了 好像不是好跑得翻 或者不 他自己就算保持水准 人家那只马尸杂 升势好 你看看金枪六十 就赢起上来 你还要再回心想 金枪六十上一次 跑完之后 復了货 休息了三天 然后好像骑了三四天 再休息了三四天 你还要挑他 好像上次都一样 復货那里 都赢到你这样 其实你看他草地拍跳火 他一样也是这样的 不断换来换去 那些脚 幸好余建成里面那只 胜利风范 顶他 不然他一路会捱进去 不过 希望他现在走山位 其实好过了 外面掌握你都不用想了 还赚火星 我觉得还可以的 因为两货草地 一货泥地跳 他都一百地站起来 我都觉得他厉害的 其他就临床再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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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